这夏天天天真是湿热 我得赶紧回去吃空调去 喂 媳妇 我下班了 今天晚上想喝点汤 你给我抱点鸡汤呗 行 晓涛 你老婆晚上给你做什么饭 我给她做 你给她做 对啊 你这可不行啊 你看我老婆 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 自己带孩子 还能赚钱 什么都不用我 这才香港男人 你知道你老婆在我们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寡妇 我去你的吧 我看就是羡慕我 那气管烟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回家给我老婆做饭去了 哎 杨嫩嫩 我汤呢 你打电话这时候太晚了 再说了 楼下的鸡早卖完了 你就不能跑远点去别的市场买 这我都打电话说过了我要喝汤 不吃了 淘淘 你过分了吧 怎么 做错了还不让我说呀 结婚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锅碗瓶在哪放吗 你知道洗衣机里的衣服要洗多久吗 你知道那一锅汤要包多长时间吗 那我给你找点事做 不就是为了让你更有成就感吗 这样也说明我更离不开你呀 是 我是不会做饭 可是我每天都在陪你吃饭呀 以一个女人能干为荣 那只能说明你的无能 照你这么说 看孩子做家务赚钱我都干了 那我要你干什么 你是我老婆 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天经地义 那你上班赚钱是不是也是天经地义 那我明天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媳妇是用来疼的 不是用来让她疼的 结婚这么多年 物质不到位就算了 爱也不到位 时间不到位就算了 陪伴也不到位 那我到底图你什么 老我我其实 女人其实只要认清男人的四件事就够了 回消息的速度 吵架时的态度 包容你的程度 为你花钱的额度 这次一样 你哪样做到了 陶陶我告诉你 我可以换着你 我也可以换了你 有钱 我可以猜择